主席,各位 我猜大家明白 融合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去到學校不只是讀書 其實他們面對很多情緒和社交問題 因為我們很抱歉我們的學生 甚至我猜部分的教職員 對不同需要的學生 有些比較迷信 有些不同的看法 這些看法可能還是根深蒂固 所以小孩子來到學校讀書 我猜我們老師不只是照顧學習 剛才教授也說 我們進來面對很多情緒和行為問題 如果要提供有效的支援再重申 師訓很重要 不過很可惜我們還是覺得嚴重不足夠 而且現在中小學的情況裏 要老師走上課 想三十個小時、六十個小時、九十個小時 其實是非常困難 就算有代課津貼 你要請一個人去完全取替老師的工作 其實是不容易的 我們通常找代課 只是找教什麼科 但其實我們老師不只是教學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工作 不同的組別 要帶課去活動 其實那些代課老師都照顧不到 其實我作為中學的副校長 我很希望能夠有一個統籌教師的出現 那個統籌教師是希望能夠受過專業的培訓 我自己作為副校長 我只是上課了三十個小時 因為我實在沒有空間 去上課六十和九十個小時 真的很困難 要我看著同事 究竟在做那些是否適切 我很內疚 我沒有這個能力 儘管其實教育局 提供了很多不同的forms 給我們 也有很多不同的服務給我們 但其實你叫我去評估 我是沒有能力的 這是很大的困難 其實我們問回業界的同工 其實很多時候是由非政府機構開辦 或者由一些教育心理學家講的工作方 其實對我們更加有效 我們自己的陛校都試過 請教育心理學家跟我們分享一些情況 但很抱歉那些都是只限於理論 就算有個案討論都不是真實的 說回剛才那些培訓都是 全部都是理論 我們沒有實習的機會 其實去到現況裏 那些小孩如果有自閉症 他怎樣走來走去 有些金科玉路 但真的能否做到呢 那是另一回事 剛才我也同意大學教授那個 對不起忘記了 林博士說的情況 其實現在我們去看看小朋友 有沒有特殊教需要的時間太遲 我們去到中學問一些學生 其實你何時才知道自己有讀寫障礙 其實他可能去到四列班 其實已經失去了一個很黃金的機會去幫他 甚至乎有些家長 我們都明白他是不願意帶小孩去做評估的 因為評估了是否代表我的小孩有問題 甚至乎我們現在問一些情況 就是就算評估了有讀寫障礙 我們幫他加時 我不需要 其實出現了甚麼問題 我覺得不只是整個教育界裡的問題 其實我們對家長的教育 其實都非常重要 其實他怎樣接受自己的小朋友 是有不同的 他有特別需要 我剛才再重申 其實現在中學裏面的副校長 甚至乎是輔導主任 其實本身都是要承擔教學工作 以及所有同事在做的事 我們都繼續做的 所以現在融合教育在學校裡面推行 我們覺得是非常需要的 即是那些小朋友都應該有一個平等的機會去學習 但是究竟我們作為前線教師 是否有沒有能力去照顧好他們 還是我真的害了他們 有些比較 我講到的個案就是 剛才會的立場也有講 有沒有一個旋轉門的機制 例如有些小朋友 他們真的 那個的 智能是很低的相對 但他們在學校裡面 上課是完全幫不了他們的 因為班裡面的人很多 你就算找一個同事跟著他們 但是我們有沒有這樣的資源呢 其實這些小朋友 其實是否可以把他們 轉出去 一些真的能夠 照顧到他們的學校 而好過真的擺在我們這些所謂的主流學校 可能六年之後 他的DSE是零 其實在他人生裡面 他可以學到的技能也是零 多謝主席